各位粉絲團的朋友大家早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車款是Toyota的RURA4 那這款車在台灣是去年的大概七八月才剛上市 那有很多的車友幫我們推薦 因為KT的話其實在台灣的話我們不多做廣告 大部分都是需要靠車友我們的推薦 那好像是大概上個月還是上上個月吧 有一個就是RURA4的車友 龍哥也有來工廠裡面安裝 那也有幫車友們來做一個介紹 所以最近的那個RURA4五代的循環度還蠻高 那這一款的話是油電車款 二輪驅動的版本 安裝的是KT的道路版的避震器 這一台車才剛交車沒多久 所以拆下來的避震器或者是車底的零件 都還非常非常的新 那我們先來一樣 順序的話一樣是先介紹 原廠的一個TNGA的底盤 然後原廠的避震器 再來才是介紹KT的一個安裝上去的狀況 這個是它原廠最新 Toyota的一個TNGA的底盤 前面的話一樣是維持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可是後方的話 跟前一個四代的RURA4就完全不同了 TNGA的話它的彈簧跟避震器是分開的 可是它的行程 它的避震器的話會跟結構會跟福斯VH集團的GOLF的五代六代 它的避震器擺設的位置比較接近 比較靠近支點的位置 這個是後方的避震器 所以當避震器比較靠近支點的時候 它的行程會比較短 那阻泥的話也會比較重 所以這個是它的阻泥 這個是後方的RURA4的阻泥 它也是日本知名TOKIKO代工的一個避震器 所以這個原廠的品質都有相當一定的水平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但是後方的話其實原廠它還有一個很大型的上座 那後方的上座就需要沿用原廠的機構 這個後方 所有的TNGA的底盤 它的後方上座在改裝DNC都是需要沿用的 包含最早TNGA的系統是CHR 或者是AURIS 還有12代的RT4 還有其他的Camry的8代 全部的話都是後上座都是需要沿用的 那前面上座的話KT就有附上座 有問題嗎 好 100多人 那麼多 有車友幫我們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車友們幫我們分享 因為我們這個KT真的是小小規模 有辦法很多人的話都是車友主動幫我們分享 那很希望 既然線上有很多的RURA4車友的話 經理的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在線上詢問經理 經理會把鏡頭立刻帶到大家想要了解的地方 好 那前面上座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比較特別的地方 是這個世代 它的前面上座是有一個斜度的 但KT的話還蠻用心的 我們刻意把這個斜度做得跟原廠一樣 所以不需要再沿用原廠上座 但這台車說真的 它才剛上市沒多久 它的上座狀況一定是很棒的 那為什麼KT需要做上座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當這台車是三年五年八年之後 車友們才想要改裝避震器的話 上座的橡皮或者是這個軸層 有可能是已經快損壞了 那再來沿用上座的話 就會有一個風險 裝到KT避震器上的話 到底是這個上座壞掉的聲音 或者是KT的避震器產品不良的問題 就很難做一個責任的釐清 所以KT恢復上座的原因就是 希望在拆裝的時候 計時的話會比較方便一點點 第二個部分的話是 像這個上座其實它有方向性的 尤其是像Camory的車系 ToyotaCamory的話 它的上座有一個特殊的坎入的位置 如果上座坎入的位置 跟原廠沿用之後 拆裝順序不對 或者是角度有錯誤的話 再裝上去之後就立刻會有音音 所以上座的話 沿用原廠有好處也有壞處 會端看設計的不同 在設計的時候就會有所不一樣 這個是Bravo 5代的前面避震器 那背景聲音的話會稍微比較草一點點 因為我們師傅的話 還在持續施工當中 請車友們多多包涵 這個是前面的避震器的部分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後方 後方已經安裝好了 這邊 這台車是油電的車款 那其實它的配備的話 其實都已經很滿了 那在側高的部分的話 今天車主的需求呢 是降低大概30度左右 車友的話也有改裝很漂亮的 這個是20吋的鋁圈 原廠的話 我記得好像是18吧 這個是已經改到20吋了 而且它升級的規格是很標準的 這個是245 45 20的規格 245 45 20的規格 它跟原廠18吋的 我剛剛有查了一下 它的整體的外進升級之後的 時速表呢 是非常非常的準 所以會建議車友 如果要升級到像這個20吋的規格 這個就是標準升級之後的規格 它不會因為改了20吋之後的時速表 造成有誤差過大的狀況 所以這個是輪胎行的一個水平 也都還很不錯 它升級的規格很正確 好 那這個就是後方上座 需要沿用原廠上座的規格 其實像這樣的設計 在歐系車的話之前就常常有看到 包含大概20年前左右的Golf世代 它的上座也是這樣設計 那只要這個上座不浸泡到油的話 它的上座其實不太會損壞 而且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來沿用原廠的話會比較保險一點點 但是經理有看過這款車的話 日本之前在看那個M Part展的時候 有看到一組日本的Tim Tim的話它是有附上座的 因為它的上座是要騰出空間 給它裝一個EDFC 所以它是日本的Tim的話是有附上座 那一般其他品牌的話 幾乎都要沿用原廠上座 KT的設計的話也是要沿用原廠上座 這個就是它後方避震器擺設的位置 這個是下支壁 那它避震器擺設的位置 比較靠近支點的位置 所以當然它的行程會比較稍微短一點點 那它的阻尼指也會因為靠近支點 而做得比較重一點點 那阻尼的調整呢 KT的話不只是高低可以調整 軟硬的話也能調整 後方的軟硬調整的方式呢 是在上座的下方 從這裡有一個旋鈕 往順時針轉的話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它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做調整 從這個地方可以來做調整 那後方的一個筒針長短是可以調整 但是它長短調整並沒有辦法改變車高 車高的調整是靠彈簧的下方 有一個調整機構 從這個調整機構呢 才可以來調整它的車高 我們把這個調整機構把它拉長 它的車高就變高了 縮短的話車高就變低 今天預計大概是車友指定要輪胎 輪胎上緣呢 照葉子板的距離大概是30幅 以R4 5代來說的話 剛剛試量了一下 輪胎的上緣到葉子板大概是90到92mm 所以大概要降低 大概剩下48mm左右 那以這一套避震器來說的話 如果車友們有要降的特別低呢 低於30幅以下 就會建議並要改裝這一支叫羊角 那原廠的羊角它沒有辦法改變角度 所以如果車友們有改裝避震器 不論是不是改裝KT 當降低的幅度比較大 或者是說 車友們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一年開個4萬公里 5萬公里之類的 那經理就會建議各位 改裝BNC之後 加購這個羊角調整器 因為這個機構是一個三角幾何 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擺臂位置 正常來說後輪的輪胎會是稍微有一點角度的 可是當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角度會變大 但原廠它有一顆定位的角度螺絲可以做調整 所以主要調整的角度呢 是竖腳而不是傾腳 它原廠的傾腳呢 只能藉由這一支羊角調整器 來改變這個輪胎的相對的Camper的位置 所以如果車友的第一個用車頻率有比較高 第二個降低的幅度有比較多的話呢 就會建議要一併改裝羊角調整器 那在改裝避震器的時候 如果一併改裝羊角調整器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可以節省一次定位的費用 因為改裝避震器之後要做一次定位 那改了羊角調整器之後 也還是需要做一次定位 那如果一併改裝的話 就可以節省一次的一個改裝的定位的一個費用 好這個是後方的一個介紹 那其實這個底盤呢 比世代的進進的幅度大太多了 所以這個世代的整體原廠的操控其實就不錯 那這一款車畢竟呢 它還是休旅車 所以一般車主的需求 大部分是想要略略提升它的操控性 車高的話呢 也是會略略降低 不會降的特別低 除非有一些是視覺系的要求 才會有走一些海拉風 或者是一些降的特別低的一個需求 那一般來說 大概車友們經理遇到的都大概三指到三指半這個區間 那後方的話 我們配置的彈簧呢 是配置了六公斤 前方的話是配置七公斤 前面的彈簧比較特別一點點 因為為了這一台休旅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把它的彈簧呢 做了一個大全境的彈簧 讓它應該要有的舒適度呢 會比較好一點點 好我們來介紹前面好了 後面的話如果車友有問題 立刻提問喔 好這款車是2.5升的油電款 那這台車是二驅的 之前有介紹過的車款是四驅的 一般來說它的底盤呢 二輪驅動跟四輪驅動避震器是公用的 可是四驅因為後方有多了傳動手跟一些機構 所以後方的重量呢 車重會略重一點點 好那我們先來介紹前面上座的部分好了 如果從這個角度拍攝過來呢 可以看到它的上座是有一定的斜度 所以KT的話會因應這款車呢 做出一個特殊的斜度 我已經忘記斜度幾度了 應該是介於6度到8度之間 要看一下我們當時RD的一個設計 這個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所以這個斜度如果沒有做出來 一定一定會有異音 那不然就是它的上座啊 橡皮很容易就損壞掉 所以這個是有一個上座 它有一個特殊的斜度 那這裡有一個KT的LOGO 這個LOGO就是在調整前面的阻尼值 這台車還很方便啦 要調整阻尼的話 我們往順時針 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就變軟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調整的重點呢 第一個 胎壓很重要喔 像這個20吋它的扁平比較低 所以胎壓的話呢 大概建議啦 冷胎壓大概33-34左右 那如果略高一點點35-36還可以 可是有時候到保養場或者是原廠保養之後呢 它有可能會把它壓達到39-40 那就有點高了 當胎壓過高的時候 改裝避震器在慢速遇到比較不平整的路況的時候 它路感回歸會很直接 就會顯得很不舒服 所以胎壓設定好之後 我們再來設定阻尼值 那阻尼的設定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一致喔 左右邊的段數一定要一致 這一顆是油電的引擎 2.5升 2.5升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前面的避震器的結構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前面的彈簧 一般來說 以單筒式的避震器 通常會配置的是直捲式的彈簧 我們有很多的車款是配置直捲式的彈簧 那為什麼這一款車會把它配置這個彈簧 其實是因應它是修理車 那以一般來說的車主需求 它通常還是需要舒適 所以這一款車 我們前面配置的彈簧公斤 是不是配置7公斤 那它的彈簧的話 是一個燈籠狀的彈簧 直捲式的彈簧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燈籠狀的彈簧有什麼好處跟壞處 直捲式的彈簧它的回饋會比較直接 所以它的稱度會比較好一點點 但是它就是直上直下的作動 可是燈籠狀的彈簧 它在遇到坑洞或者是回毯的時候 它有35%到40%的力道會往兩旁釋放 所以它往下跟往上的一個力道就比較緩和一點點 而且它上下作動會因為它的圈徑變大 讓它彈簧的形成能夠加長到大概25%到30%左右 它彈簧一樣有形成 假設這條彈簧一樣是20公分 它是直捲式的 跟這條彈簧它是燈籠狀的一樣是20公分 燈籠狀它所作動的形成會比直捲式的彈簧來的長很多 因為這個是它整個結構設計是不太一樣 但最重要的是這樣的成本在製造廠來說的話 成本也會略高一點點 但是我們為了讓這一款車的車主能夠盡量達到車主的滿意度 所以我們用料都用得不錯 像是在裡面填充的主尼有部分 KT填充的主尼就是使用義大利 它200L這麼大一桶 義大利進口IP的主尼 油封的話呢剛剛有提到一個品牌有很多車友安裝的 是日本的Tim吧 這個也都是日本很不錯的一個很高檔的一個避震器 這個避震器的話它所使用的油封呢 跟KT一樣都是使用日本最大油封的品牌是NOK 如果車友們不是在工業界的話 那也可以在Google上 Google一下看看 NOK 然後空白的話 ORIN或者是油封就可以了解到 這個是日本一個很大很大的廠牌 它的品質的話相當不錯 那第二點就是 KT本身呢 這個是我們自己製造的一個產品 並不是委由其他的工廠來代工的 所以即便用那麼好的油封 用那麼好的主尼有 有可能用了大概八萬十萬公里之後 它一樣會劣化會損壞 甚至是這個防塵它會破損 或者是裡面的緩衝饅頭會損壞之類的 那這些所有的零件 都是可以來KT來做汰換的 尤其我們在內銷的部分 有很一個完整的銷售體系 北區的話有經銷商 中序的話也有經銷商 南部的話也有經銷店家 可以為大家來做服務 所以如果車友很嚴長詢問說 在北部中部南部的話要找哪裡的店家 都可以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最重要的是 KT也有一個試乘車 不論從北區的經銷 我們中部的KT工廠 都有試乘車提供給車友來做試乘 試乘之後也覺得KT產品不錯 再列入考慮就可以了 那前面的話 它有一些油管固定架 ABS感應線之類的 還有這個是原廠的離載串 這些的話都是做一個 RAV-5代專車專用的一個規格 所以這個都是固定方式 都有符合相關的安全規定 台灣的話並沒有對這些改裝品 做一些這些固定扣的一個相關的規範 但是國外有 KT的話 都有符合這些國外應該要有的安全規範 那前面車高調整跟後方就不同了 那前面車高的調整方式呢 就是靠長短調整 後方的話統身長短調整不會改變車高 可是前面不一樣 因為前面的懸吊系統它叫賣花層 所以前面的話如果要把車高調高 我們把這個齒輪狀 這個銀色的齒輪狀頭板把它懸鬆之後 它整個統身就能夠調長跟調短 調長的話它的車高就變高 那調短的話車高就會變低 以這部車來說 最高的話大概可以跟 沒有大概比原廠低一指幅左右 對大概低一指幅 相當的寬 那也不是靠壓縮彈簧 去改變車高的一個方式 所以它調高調低的整體的操控感呢 是差異不了多少的齁 好這個是 欸有車友詢問問題嗎 沒有吧齁 好那這個是Raffle 5代齁 這款是油電款 然後是二輪驅動版本的一個直播影片的介紹 那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任何問題呢 都很歡迎跟我們小編聯絡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囉 謝謝拜拜